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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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情人节 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发来了自己跟男朋友恋爱的消息 那么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 小萱也有喜讯要告诉大家 你有什么喜讯要分享 阿易向我告白了 先别录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方雨萱 这种玩笑难不开吗 你有没有分寸啊 这有喜吗 你一会儿跟太太解释清楚 前太太 你是真不喜欢我 还是你不敢承认 方雨萱 我是真的不喜欢你 但是 感情的事情是可以培养的呀 我们再起时间长了 就有感情了 你可以试一试 你要不要跟台里解释清楚啊 我是估计跟你是同事关系 才一再顾及你的颜面 但是我告诉你方雨萱 这是最后一次 你要是再胡来 要么你走 要么我走 不是 何端 我真的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他那天婚礼就是来报复我的 你知道这件事情的 唯一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吗 就是那天 我压根就不该去那场婚礼 不 别呀 那天不是 谁跟着我啊 那天你在婚礼上 不是也救了莎莎给球眼吗 再说 这是个天大的好事 何端 你到底为什么生气啊 是因为我 还是因为方雨萱 我因为我 我我因为我生气可以了吧 不是 你别 我们可以先聊聊反疫情是什么 从广义上来说 反疫情是包含了所有咨询师 对来访者的情绪反应 跟他们的家庭经历 性别角色 教养角色 以及未得到满足的需求相关的冲突 都有可能导致反疫情 一位来访者 希望咨询师能给予他父亲未曾给予的关注和肯定 咨询师也希望通过一段依赖关系 来凸显自己的重要性 那咨询师很可能就会历时地接受来访者这份依赖 莉莉 咱家网线又断了 什么时候找师傅来修一下 家辉 我早就把小月师傅呼唤来了 你接着吧 全家刚从我们家回来了 你现在又麻烦人家 家辉不好意思啊 又麻烦你了 没关系的 我已经到 你的事情我肯定第一时间过来 你看一下 现在能不能连上 好 我们两个把这个搞了好几天都没弄好 你这一下就好了 行了 垫上了 你需不需要我帮你加个应用程式 在外面也能随时监控家里的情况 如果方便的话 那麻烦了 小月是不是这么专业 你们得好好谢谢人家呀 我给你七杯咖啡 等一下 我去帮你切点水果 我去帮你一走 我去帮你一走 就叫我帮你一走 我去帮你一走 你二走 我去帮你一走 我非得帮你一走 我把你一站好 我一走 你一走 我有点赢 你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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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Imagine 我一走 金儿 金儿 江辉 辛苦了 好 你们先聊着 我先上酒还有事 你们慢慢聊啊 坐 你的外部帮你先好了 谢谢 你帮了我这么多忙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馈你了 那我可以提一个要求吗 当然可以 跟我来次约会怎么样 你这个人挺聪明啊 我可贵了 平时我都是按小时收费的好吗 没问题啊 你给我开发票就行 幽默 何顿 我知道你心不愿意 没关系 我不会牵住所谅的 我先回去了 你有事再叫我 江辉 我接受你的邀请 放心吧 跟我的约会 肯定比那些毛毛骚骚的人要强 跟我的约会 handlar 能说吗 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我刚刚一直在忙 没看到手机怎么了 你不是走得急吗 有个事忘了问 咱妈在这儿呢 你没事我挂了 我就长话短说啊 还是今天下午 微信里我跟你说的那个事 这台里不是建咱们节目火爆吗 就剥了一笔剧款 给咱们做宣传 你明天下午 来台里拍个海报呗 什么海报 我跟你拍海报啊 不是 这是台里固定的宣传牌 之前都拍过 主要就是给听众一个视觉印象 那让他们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 就有个3D的立体效果 这样可以拉近咱们跟听众的距离 也能拉近咱俩的距离 这挺反达啊 我会想问你看时间呢 咔咔几张就结束 河子 你听没听到我说话呀 这又怎么了这 又怎么了这 老贺 你这是在吃醋吗 我吃什么醋啊 是这么重要的事情 他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说一下 他现在跟我说那不就不尊重我吗 如果是你 难道你不会生气吗 对 男人就是这样 太自以为是了 不过也是有例外的 就比如隔壁假夜师傅 细心 还绅士 又是帮咱妈做针灸 又是帮咱俩修网络的 重点是人家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呀 你说你们两个以后要是在一起呢 咱妈以后做理疗的钱是不多什么呀 你再帮我找男朋友还是找个理疗师啊 不 我这两全其美多好呀 是不是啊 不过 我之前是在担心他会不会想不开 他确实是个不错的人 有分寸 还很懂事 还会照顾人 不过 他也不是完全不提要求的 有情况啊老贺 是我想的那样吗 他 他他刚刚提出了跟我约会 还不是多怪你 要你没事总麻烦人家 何队 你在我心里 可是一直有职业操守的人啊 何队 要不咱们猜天壳 一举一胜 输了你就来拍照 你再不回我 就别怪我替你做这个主了啊 别给我发了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 别给我发了 开一哥 你看都这个点了 还不让我下巴 行 你先回去吧 电脑给我留下啊 好 好 正好 我们放 来吧 那些东西 好 是啊 好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大晚上不睡觉 跑我家来干什么 莉莉 这贺赌你这连续两天没离我 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 让他误会了 你最近不太对劲啊 我怎么不对劲啊 大晚上不睡觉 跑上去家里了 就是因为他不理你 不是 我在担心 我是不是做什么事 让他不开心啊 这 那你不睡觉朋友家里来 这可不像普通同事干的事 无论是朋友 还是同事 还是处于哪个角度 我就是不想他不开心 行吧 那我再帮你一次吧 米其林大餐啊 拉赫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老贺 你怎么哭了 你跟我说说吧 怎么了 怎么了呢 老贺 快对 快对 何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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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 我不想说话现在 你身体不舒服吗 没有 那我就几句话想说 我不想听 如果是我让你不开心了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你怎么处逐我都行 但是你别不开心行不行啊 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 已经过去了好吗 我们不再提了 跟我没关系那跟谁有关系啊 何顿 俊俊 你能不能别再叫我俊俊了 怎么了 俊俊俊 俊俊根本不是我的小命啊 那为什么阿姨也叫你俊俊 俊俊是我弟弟的名字 我弟弟在八岁的时候已经死了 你红衫 你家你家 你家人都开玩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才知道你好有个弟弟 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要不然我才不会在这里 跟你解释这么多 我早就走了 我只是希望我跟你说了这么多 你以后别再做让我困扰的时间了 你知道制造城市最多的是什么 是沙子 有一段时间啊 我特别喜欢去看海 其实看的也不是海 我就是喜欢在沙滩上呢 戳几个洞 因为过不了多久 海浪就可以把这些洞给抹平 然后我就猜 这到底是第几个浪头 我才可以把这个洞给彻底地抹平 猜对了呢 我得请自己打指引头 谢谢你 谢谢你的安慰 但我想这世界上 根本没有感同身受这几个字 也许不能共情 哪儿是一种幸运 可对 如果你有一天呢 需要一个特别的听众 你就回个头 我一定在 俊俊应该是你的小名吧 我也会这么交流 俊俊 你能替我原点吗 求你了 对不起 何顿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 如果要是因为 任意员的安全距离 是1.2米 如果你一旦照料的话 我会觉得你在微信 我做错事情 你告诉我 我向你道歉 是我的问题 如果是我让你不开心了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你怎么处置我都行 但是你别不开心行不行 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 已经过去了好吗 我们不再提了 谢谢你的安慰 但我想这世界上 根本没有感同身受这几个字 也许不能共情 而是一种幸运 你们好 快请进 快去吧 我就在这儿等 蒋静 最近身体有没有好一些 没事 我习惯了 没关系 我们接下来 就要开始正式咨询了 我会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如果你不想回答的话 你可以 我可以吗 当然可以 选择一个你觉得舒服的方式 把这里当成 你自己的家一样放松 我在家里 就不放松 你真的能治好我吗 我会选择一个最适合治愈你的方式 来陪伴你 相信我 接下来我们玩一个游戏 人的潜意识是喜欢逃避的 而且喜欢玩捉迷藏 现在我们把你的选择权 交给你的潜意识 凭借你的直觉 选择图片 然后进行回答 我自己选吗 当然 蒋静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喜欢 暴饮暴食跟抠兔对吗 想象一下 在什么样的场景 会让你最想暴饮暴食跟抠兔 我不知道 可能我很爱吃吧 但我又怕泡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很好 凭借现在的感觉 你可以选择了 凭借 他很像我 让我们先放松一下 跟着我做几个动作 让我们吸气 呼气 慢慢闭上自己的眼睛 然后想象一下 你最喜欢的场景 接下来 你会听到三个倒数声 倒数声结束以后 让我们睁开眼睛 三 二 一 你理想中的生活状态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很自由 现在这些牌 哪一张最能代表你 真正是朋友 但你真的没有看早饭 我总是错的 还总是对的 但他会拉住我 卡登 我总是错的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觉得妈妈会拉住你的手 她从来没有放开过我的手 没关系 不知道我们跳过 现在凭着你的感受 再选出两张卡片 看到这张卡片 你有什么感觉 这颗心 不应该在这里 为了检查她是否健康完整 她会被人拿出来玩爽观看 被掀开给大家看 那是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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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行了 哎 静静啊 你回来了 来来来 你看看 干妈都在这呢 你也坐会儿 来 你真好心 把书包放下来啊 你说现在这孩子多不容易啊 就是啊 书包多沉啊 干吗 我看看 所以你当时写的那些画 还是被你妈妈看到了 是的 你当时写了什么 我说 妈妈 我有喜欢的人了 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不知道 你觉得很难过 你当时害怕吗 害怕 很害怕 那后来呢 你妈妈有做些什么的吗 什么也没做 我去趟洗手间 好好好 进 老公在国外能挣钱 女儿弹钢琴敬拿奖 瞧瞧人家 谁在老公在那里干什么呢 这娘娘什么人要啊 还不得找个乐子弹钢琴什么的 女儿也不行 看她那找熟的样子 年轻的时候嘛 被人家宠着追着 可是年纪大了 我是连个男的都守不住 看看那照片写了什么 把她记成了呀 陈小林 这次裙上的那种 被人家宠带开了 我们家宠带开了 你还要把这都留在我 你还要把你留在我 这一些秘密的 我们的生活一直在被选择被安排 从来不属于我们自己 你有看过墨我戏吗 我就是我妈妈的墨 你有跟她聊过这些吗 你跟你的妈妈能沟通吗 你有尝试做过哪些努力 来打破这些困境吗 一 二 三 四 你出门告诉我了吗 谁让你打鼓的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你做什么都得要告诉我 知不知道 你瞧瞧你周边这几个人 穿成这个奇装异服的 还是呸头三把 什么鬼样的 你知不知道 你要是有什么事 我还能活吗 我走 妈 妈 我这 这 蒋静 蒋静 我不想聊了 先到这儿 对了 老杰 我跟张淼商量了一下 我们打算多抛几次实际采访 多累积一下现实素材 你决定呢 uellement 工采访 之前是有一些老筆 游泳 儿游泳 自己打算多 也会 seconds 我 Conserv salary 我说的不是我自己 著名心理学家 卡尔·罗杰斯说 共情是理解另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的经历 就好像 好像是 好像是 你就是那个人一样 你的意思就是我共情能力强 不不不不 我是想说呀 共情 是爱情来临的象征 行行行行行 故意的吧你 闹着玩 嫉妒傻 算了 但你说得没错 咋了 受刺激了 现实安慰 岁月静靠 我能受什么刺激啊 让我猜猜 王卓 他又找你事了是不是 凭他 我告诉你 辛非夜话已经上得起次热搜了 这收听率一路飘虎 到时候收听率低 我让他哭着把时间反弹还黄 辛非夜话之所以火 那也是人家贺顿的功劳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 我就一点功劳都没有 对节目来讲呢 没错 赫顿的专业知识呢 不然重要 但是我的个人魅力 也是不可缺少的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分工明确 缺一不可 那你知道辛非夜话收听率 为什么还没拿第一吗 为什么 因为你俩缺少互动 现在听众最喜欢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磕CP 磕CP 没事经常拌嘴 偶尔互相赞美 看似彼此心动 只为疾死听众 简单的互动 已经没法满足听众的需求了 你俩一定要在这之上 加深彼此的CP人设 只要你俩一开口说话 就必须得有那种爱情的泡泡 跟你说 圆 做节目还是要看真本身的 只要这些内容品质过硬 真的可以给听众带来 心理上的一些安慰 这收听就不会差了 再说了 这也是当时赫顿答应 你跟我一起做节目 他的一个初衷 开一堂水 你这是要转性啊 原来的你 可是个以话题为网的主持人 怎么着 赫顿老师用他的心理学专业 帮你拨乱反正 找回良知了 你少去那儿损我啊 男人一旦发生重大转变 大概率都是因为女人 但是赫顿他是不会喜欢你的 因为赫顿喜欢的是我 赫顿凭什么不能喜欢我啊 赫顿凭什么喜欢你啊 就给你见几次 就喜欢你了 康水啊 你这事办得不地道 你还是不是兄弟 你还 你还是不是兄弟 我这说的可都是实话 不是为了跟你抬杠啊 他 他是赫顿啊 对啊 赫顿 对啊 婚礼那天 咱班那几个老同学 可不告诉我了 如果他们没说 我也想不起来是他 我再给你点提醒 高中广罗氏 他写给我的那首表白歌 就是你当着全校人的面 公开出行的那个 今天呢 小钱主播想送给大家一首 关于初恋的歌 我 你谁啊 没人跟你说过 不能乱动别人的东西吗 这歌词是你写的 关你什么事 我在帮你呢 小元 人家喜欢你 好 何队 你真是人如其名啊 你这接电话的速度也太迟钝了吧 你有事吗 有事啊 你的办公室吗 我马上要出去 怎么了 出门 去哪啊 你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好吧 晚点再说 喂 来 准备好跟我约会了吗 第二 不可能吧 第二已经不错了 又不是第一天来电台 你还想一下是有冲笔一样的 那咱也不能跟差的比较 这心非烟花大事刚起 得趁势而上 我跟潘台去说说宣传什么事吧 喂 等等你等等 你现在去找潘台 你不是刚刚黄了一次拍摄吗 你再去找他 你情商为附属啊 对啊 那我跟他解释解释 其实 其实我还有一个方法 因为我最近在谈一些商务合作 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以想想怎么样联动一下 不过如果我要是谈定了 你可千万不能再出错了 忙什么呢 行 那我等你好消息啊姐 你先去忙 我先打个电话 喂 莉莉 我前开业 知道是你 川老鹤吧 对对对 贺顿呢 他去哪儿了啊 不好意思 恕不封告 没事我挂了啊 你先别挂了 你能不能别学贺顿 怎么不让人把话说完呢 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呢 你大可以再换一个搭档啊 说不定下一个就更乖 更体贴更黏人呢 莉莉 我知道你在为贺顿抱不平 我也知道贺顿为什么生气 我特别理解 但我跟方雨萱真是个误会 这之前只是她单方面悬扬我喜欢 不信你问我们台里边的人 他们都知道 而且这事我跟贺顿都解释过了 那我就问你一句啊 你现在对我们家老贺那么好 只是因为她跟你是搭档关系吗 她是我搭档 我肯定得对她好啊 但是 我也不是对每一个搭档都那么好 行吗 老前 我就奉劝你一句啊 这个男人呢 如果能被迫接受 说明还是不够坚定 你要知道我们家老贺 也是很抢手的 说不定哪天就被人抢走了 你好自为吃吧 好好好 那你现在能告诉我了吗 她到底在哪儿啊 不会有重要的事找她 她呀 好像是被人抢走的路上 在被人抢走的路上 她不会跟叶家辉出去了吧 谢谢 约会第一站 带你接下我朋友 不说莉莉 你赶快告诉我她们去哪儿了 我可不会告诉你 她们准备去吃浪漫晚餐啊 浪漫晚餐 她们去哪儿吃的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行 莉莉 我回头请你吃大餐啊 那我就不客气 这太没诚意了 不是来找你朋友吗 这些都是我朋友 我在这儿工作 在这儿工作 在这儿工作 健康顾问 身心都需要照料 这是我奶奶住的养老院 易医生 奶奶 你见过的 上次在我家 那 你怎么没有提前跟我说呀 你要是说的话 我就提前做准备了 现在两手空空的 实在太不好意思了 没关系的 奶奶不在乎这些 奶奶跟我说 她想跟这些老年人在一起 暗度暗面 但我知道 她其实不想增添我的负担 我拗不过她 又不想让她得逞 所以我就来这迎聘了 奶奶有你陪伴挺幸福的 是我幸运 其实我跟云奶奶 没有血缘关系 但胜过情人 小时候家里爸妈总不在家 都是云奶奶在照顾我 每天放学 我就去云奶奶家蹭饭吃 到了后来 即便家里有人 也不愿意回去 就愿意跟奶奶在一起 今天实在抱歉了 我上次做主带你来这约会 一会儿我们就进去陪奶奶坐一会儿 聊聊天 如果你觉得无聊的话 你就把手搭在我手上 我就带你出来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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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哥 老哥 你们加勒劲怎么跑这儿来了 怎么跑这儿来了 每个晨曦 每个晨曦 绽放出一朵话语 这里有你 与咖啡的香气 无论是阴霾转语 还是天气忽然放弃 我都想和你在一起 我都想和你在一起 一阵雨 轻轻的远远的 飘出了天际 也带走我蓝色和你 湖便涂唇猿的呼吸 别人绽放出 晴朗如歌的風景 也看見你 戀入星辰的眼睛 她溫暖我的笑容 傾聽我真實的聲音 給我最溫柔的回憶 她看見了美麗的愛情 怒然之間來臨 牽你的手我能感受到你的心 牽你的手我能感受到你的心 我喜歡你 你會嗎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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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你